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雞蛋不僅外形跟真雞蛋很類似 就連口感都差不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地辨別 這些假雞蛋的外殼比真雞蛋更涼一些 而且紋理均勻、乾淨 但是它們大多都是用一些化學物質混合而成的 對人體是有害的 根據《新京報》報導 5月21日一輛在3天前 剛剛卸下的梅製油的槽灌車 沒有經過清洗直接開入了 位於河北現郊的中儲良油脂有限公司的廠區 一個小時後 這兩罐車滿載著30多噸豆油開出廠區 《新京報》早前報導 很多普通貨運罐車 既用來運送糖漿、豆油等可以食用的液體 也會運送煤製油 為了節省開支 不少灌車在運貨過程中不清洗 造成食用油被殘留的化工液體污染 曹灌車運運化學品和食品的情況很早就出現 早在2005年 廣西南國早報就發表了一篇報導 標題是 灌車清洗難防交叉污染 拉完危險化學物品又拉食品 報導說 曹灌車在運輸危險化學物品之後 簡單清洗一下 又去運輸食品 正規清洗曹灌車的過程複雜而且花費高 而灌車司機為了降低成本 到收費便宜的洗車點洗車 而這些洗車點使用的卻是污水溝中的水 有一輛剛剛拉完燒緊的灌車司機告訴記者 他洗車準備去拉蜜糖 據報導 南寧市有28間藝化品運輸公司 曹灌車多達600多台 那麼 正規的清洗灌車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根據專業人士介紹 首先要在曹灌車裡面注滿清水 然後再通過蒸氣進行高溫加熱 這樣就可以清洗掉 在罐內殘留的一部分危險化學品 將這些污水全部排乾淨之後 再派人進入曹灌裡面去 要使用不同種類的專用清潔劑 去清洗不同種類的化學物品 在日本或美國 曹灌車是嚴格區分用途的 在美國 如果裝載的是不同的食用油 比如說 這次裝的是葵花油 下一次是大豆油 即使都是食用油 但是種類不同 這樣也一定要清洗 甚至是同一種產品 但是不同的批次也必須進行嚴格的清洗 中國大陸的灌車雖然標記是食用油專用灌車 但是並不是專車專用 7月10日有網友發視頻稱 一兩食用油專用灌車開入了一家化工廠 公司的名字是浙江日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開資料顯示這家公司所屬行業是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 經營範圍包含蒸棉劑、清洗劑、助連劑等等 近日有大陸網友發言一輛混混化工油和食用油的灌車 並停靠在食用油龍頭企業金龍魚的一家工廠射貨 消息傳出後10日上午股市開盤 金龍魚的股價一度下跌超過8% 7月10日網友雪油在X平台上發言視頻 有一輛吸噴車的車身上貼著送水車這三個字 他發問說裝飲用水的混輸車竟然和吸噴車混用 太無底線了太惡心了 有網友說共產黨獨害中國人民的手段 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共產黨做不到 拉完煤油的灌車油裝食用油吸噴車送飲用水 這些惡行無所不在 黨的官員吃的是特工享特權 但是卻讓人民在毒奶粉三聚清安 鼠頭鴨頸中掙扎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有毒造假食品 已經泛濫到畜目驚心的程度 大米是中國人的主食 但是在大陸出現了假大米 網友在抖音上發視頻說 他煮熟的大米放在鍋裡一個多月了 大米還好好的 他問一下一點味道都沒有 他用手吹了一吹 還一粒一粒 他感嘆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米 這些東西太神奇了 在大陸除了有假大米之外還有假雞蛋 假雞蛋是人工合成的 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鈣、石膏、薯枝、凝固劑、色素等化學物質 對人體的健康是有害的 去年3月 有網友在抖音上發了一段視頻 顯示他買到了一盒假雞蛋 他說假雞蛋放時間長了 就會自動從中間裂開 他敲碎一個雞蛋 但是蛋黃打不散 這就是那種假雞蛋 你看你剝開 看看假雞蛋 原來以前人說假雞蛋 這假雞蛋都得看看 大家都看看 買雞蛋的時候看看 以前人認為假雞蛋沒有 但是它的題都不知道怎麼弄的 看真正的都是假雞蛋 看黃都不帶壞的 所以我把這個給發給大家看一看 就這麼多的都是假雞蛋 還冒充的是真大的 它的雞蛋輕 你看它這個雞蛋的皮子 比一般雞蛋都要深 也打的是真大 你看打的就這樣 你看尤其從中間 每個從中間都會裂開 都是從中間要裂開的 你看 它雞蛋它自己時間長的放著 放著放著 它自己就爆了 它自己就壞了 你看你看它雞蛋黃 它雞蛋黃 它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樣 你看 所以發而大家看要引起重視 假雞蛋的成本低 所以利潤空間非常大 那假雞蛋究竟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呢 所以說出來的雞蛋 又是有一個人主題 所以說不定 在最最白的渣上面 只會有一種可以也在猜渣一下 對 最新的相望 更多的 可能也會長那一種 基本上一種 所以說不定 那麼多的 我們然後看到 製造假雞蛋的第一步就是製作蛋清 先將海藻碳酸加水攪拌 製成一種溶液 這個溶液就是製作蛋清的原料 接著不斷攪拌這個溶液 直到它變成糾密 形成了類似於蛋清的物質 蛋黃的製作過程與蛋清類似 只是在海藻碳酸溶液中 加入了檸檬黃等色素 然後將這個色彩繽紛的溶液 倒入特製的模具中 然後再放入綠化鈣溶液中進行凝固 這樣就製造出假蛋黃 聽說蛋殼是由碳酸鈣和其他原料混合形成的 將這些原料放入特製的模具中 就能夠形成蛋殼的外形 這樣製造出力的假雞蛋和真雞蛋簡直是一模一樣 中國大陸造假技術層出不窮 食品安全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更為奇葩的是有顧客點火鍋外賣竟然食出了一塊末布 2022年12月28日 成都的凌先生和幾位同事由於當日公司加班 因此就花了213元點了兩份火鍋外賣 他們點的是牛油鍋 是密封包裝送過來的 他們打開包裝 明顯看到有一份湯的顏色不太一樣 更混濁一些 他們沒多想就開始吃起來 隨後凌先生在裏面發現了一大塊所謂的毛肚 當他準備用剪刀將這塊毛肚剪開時 有同事才發現毛肚上面有纖維 最後大家確認這是一塊末布 凌先生說 他們幾個人當時就像吃了烏鷹一樣惡心 嘔的嘔 吐的吐 大陸地溝油的生產過程也同樣令人作惡 地溝油善約全中國 有些商家直接從下水道收集金水油 或者直接從酒店飯店餐館館的餐飲 垃圾 提煉地溝油或者從屠宰牆提煉動物油 不法相反 將這些地溝油集中處理之後 送到一些工廠和家庭作訪 黑工廠再對地溝油進行精煮 去除雜質、沉澱、提取 加工過的地溝油 會再次流入市場 最後到達民眾的餐場 外賣員在外賣店的廚房裡看到的 店員直接用手為客人裝外賣飯盒 水煮金玉米也加點高科技調料 直接用抹布打包 直接用手裝飯 不如豬吃 做火鍋的調料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裏 請記得點贊、訂閱、留言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對!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